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译金本四二六页,第三行开始,我们先念几句佛经。 若附有人,灵荡被害,趁观世音菩萨明知,彼俗之刀杖,寻断断怀,而得解脱。 观世音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就是以他那个大慈大悲,来救众生的苦难,苦难在世间的众生来讲,多得很,说不清的。 那么在这个经里面,把它简化为七种灾难,七种灾难是代表一切的灾难。 那么这个七种灾难,这种前面呢,三种,火、水、风,这是最大的灾难。 后面呢,四个灾难,那是普通的,火、水、风,这个前面那个大三灾啊,上回已经讲过了。 今天开始念的这小端呢,就是从这个普通的后面四种灾难。 这是刚才念的是这个一种,那么这一种啊,刀,这里讲呢,刀杖的灾难。 就是手指的刀杖,这是其中一种。 这里讲,若父有人灵荡被害。 就是前面,就是前面把那个三种大灾呢,讲完以后。 有一个灾呢,有人呐,灵荡被害呀。 那,灾难就是灾难,那他要被害了。 灾难马上就要,要,这个,受到这个灾害了。 灾难,成观世音菩萨明。 这个,他面临要被害这个人呐,成观世音菩萨明。 成就是,就念呢,念他的,成就是成乎嘛。 成乎观世音菩萨明。 明是什么呢? 就是,就这几个字,观世音菩萨。 成观世音菩萨明啊。 以俗智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啊。 他们那些,以刀杖,要来害这个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呢,一念观世音菩萨明的时候。 B,就是那个,要加害这个人的。 他所知,所知的,手里拿的这个刀,或者是杖。 。 寻断断坏啊,寻就是很快的。 就是,一念观世音菩萨明呢, 那个刀或者杖啊, 马上就一段一段的就坏掉了。 比如这个刀,刀也是一段一段坏了。 账也是如此。 一坏之后呢,而得解脱。 这是成名的一个,有这样的这个,能够得到解脱。 这个刀杖,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他,他只是一个,是一个代表。 代表一切带给人灾难的那种工具。 古时候讲那个刀与杖。 就现在来讲,那些强,强盗用的那个,那个手强啊。 各种强械啊,炮弹啊。 这些都是,都是那个,那种工具啊。 那么就这个工具来讲。 还有呢,照祖师的注解。 就拿这个刀杖,这是一切的, 呃,害人的这种工具啊。 虽然那么多啊,拿刀杖作代表。 这个刀杖啊。 这个刀杖啊,能够,它能够,这个也分出好几种的。 有古报的刀杖。 古报啊。 古报啊,就是一个人造了什么,这个也。 比如说造的恶业。 他,现在得到这个古了,得到古报了。 这个是叫,这个刀杖就是古报的刀杖。 还有恶业的刀杖。 恶业就是在造恶业的时候,恶业的本身。 他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刀杖,是恶业刀杖。 还有烦恶,烦恶也是刀杖。 这三种啊。 同样的是,加害人的这种工具啊。 有分古报刀杖。 有分恶业刀杖。 有所谓的烦恼刀杖。 有这个三种。 这个三种呢。 古报当中啊。 它是在这个地区。 地区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人当然是居住在大地上啊。 就是那个天道的四王天在虚面山之中。 在那个道立天在虚面山顶。 也就是三十三年。 他都是,既然在山上,山顶上,他还没有离开这个地啊。 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 就是,他的一个古报的刀杖。 就,他能加害这一类的众生。 也换句话说,在地区天。 从地区天一直到下面。 首的一个古,刀杖。 它是古报的刀杖。 恶业刀杖。 那就是偏三戒了。 一戒、色戒、五色戒。 三戒啊,都是普遍的。 那么,烦恼杖啊。 那就是九戒。 九戒,换句话说。 十八戒,除了佛。 佛以下的是大菩萨。 这个九戒,下面菩萨以下。 有这个,生文明觉。 凡夫众生。 那么,都是受烦恼。 刀杖的害处。 所以,这个刀杖啊。 一层一层的,所害的这个, 这个地位不同啊。 可见呢,这个,在世间的众生啊。 遇到这个刀杖这个难啊。 那,必得要通达这个礼。 然后啊,才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才能够啊,解除这个难的。 不懂这个礼啊。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也有,也能得到九啊。 但是那个,没有想懂得理的那么出底。 这个,这个到后面这个礼啊。 把这个,这几段讲完了以后。 过去,我们老师讲的时候啊。 到后来,把这个气,气难讲完了以后啊。 特别把这个理论方面,要多一点时间来解释。 理解是明白了,那就是,那一提起,名号就能得到九了。 啊,不但如此啊。 我们在世间,你求那门学问。 当然,是要解决众生的这个生死问题。 除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外,世间学书啊,他要找,他不知道怎么找法。 找这个宇宙,宇宙怎么来的,人生怎么来的。 他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他找啊,永久也找不到。 永久也找不到的话,你就是说是,他也,也讲那个宇宙观,也讲人生观。 他这个宇宙观,人生观呢,找不到这里,这个,这个究竟的这个,这个地方啊。 他那个观呢,也是,他自己想着怎么观法子,那没有用处啊。 那现在天文学来讲,天文学来讲,天文学来讲,找,找这个天,天空里面有多少个,呃,星球啊。 这理论怎么来的?一个是爆炸的理论。啊,在什么,过去啊。 多久以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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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体啊,宇宙啊,发生一个大爆炸,然后有多少这个,这个星球出现了。 这个都是,自己在那儿凭空假设的呀。 他找不到啊。 他找不到啊。 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理论呢,要到后面,要详细地讲。 详细地讲啊,除了真正把众生死的问题,它的来源,以及在这个世间所受的这些灾难,把它给出来了。 附带了就把现在一切这个科学家,哲学家,所有找的这个宇宙人生的来源,实际上它找不到啊。 找不到,过去时候,哦,又有个星球发现,再过去时候又有个星球发现,始终找不到的。 但是我们明了这个时候啊,如果他们,如果我们有缘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你好好地,嗯,到佛家来找。 下面,叫那个,鬼,这一难。 这个鬼害呢,跟前面那个,那个罗刹,那个灾害不同的。 前面,叫那个罗刹,是因为风在,风在,风,把他,把这个人吹到,飘到罗刹鬼国去了。 那个罗刹鬼国是属于,风在的啊,一种附带的一种灾难。 这里讲那个,不仅是罗刹,还有叶刹,那就很多了。 所以这里讲啊,如果三千大千国土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个,那个国土太多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苏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 真是数不清的啊,国土啊。 那么这些国土,满中,叶刹,卢刹。 满中就是,片处都是这些恶鬼。 那么这是,门中就是,讲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到处都是,充满了都是。 这是,俗事解释啊,这是假设之词。 假设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无论哪里,都有这个叶刹,卢刹。 那么这些叶刹,欧刹,卢刹,欲来恼人啊。 他们都是要来恼害我们一般众生。 我们一般众生啊,要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话,那就由他来恼害了,那就没办法了。 那么,如果知道观世音菩萨,那么到世间来就是要来救灾救难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他这个,一念观世音菩萨明的话,称呼观世音明。 这一称呼的时候,那些叶刹,卢刹也听到了。 闻戚啊,戚就指的那个,将要背叶刹,卢刹,要脑害的那个人啊。 他也闻到,这些恶鬼也闻到,要被害的那个人,称观世音菩萨明。 噢,这些恶鬼一听到之后啊,这些恶鬼啊,尚不能一言,恶言失之啊。 他本来想脑害这个人,一听到这个人,念观世音菩萨明号啊。 恶鬼一听到这个名号啊,他连要这个,用这个,想害这个人的,他以这个恶言啊。 怎么恶言呢?比如说这个,猜恶鬼,他先要害这个人啊,他眼睛去,很可怕的眼睛去看着他,看着个被害的人。 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他恶言都不敢了,都不敢用恶言看他了。 狂妇加害呢,何况,还加害这个人嘛,那更不会了。 。 恶言,那么什么叫恶言啊? 言是代表心的啦。 中意,意识都叫呢,言是这个,在内在的是心啦。 。 表现在外面就是,就是言啊。 当然,言也不只是代表心的,但是以代表心为主。 那么他这个,不敢以恶言识之啊,这个,这个恶鬼啊。 他一听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观世音菩萨名号就是佛啊。 佛的名号,佛的声音一发出来,这个恶鬼心里,这个,要想造恶言的,要想害人的那个心呢,就变了。 。 所以他不敢以恶言识之啊,不能啊。 他不能过,那个恶言就变了。 恶心一变了,恶言就变了。 那这个时候,哪里会加害呢? 。 祖师讲这个就是,满,充满这个大清世界,都有这些鬼呢。 。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三千大清世界以内啊,任何人都会遭遇这种灾难。 。 同时,更要知道,其实满中三千大清世界啊,这些灾难啊。 。 人人都有,三千大清世界这些,这些众生啊。 人人都有,我们自己也有啊。 我们自己要念观音菩萨,自己有灾难了,要念观世音菩萨名了,要想观世音菩萨来救。 。 自己当下就要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自信中,有这个鬼啊,有这个鬼的时候啊,来念观世音菩萨,不得感应。 。 必得把自信中的这个鬼,把它消除掉。 消除是消除不掉了。 我们自信中的鬼就是,就是由烦恼来的啊。 有烦恼才有这个鬼啊。 。 那个烦恼好不容易,一下就是消除掉啊,消不掉了。 但是呢,知道有观世音菩萨,他是救苦救难的。 我们要得到观世音菩萨,我们就是要敢菩萨来应。 。 我们有感的心中啊,虽然不能够把自己那个烦恼这个鬼啊,把它除掉啊。 但是可以把那个压抚下去。 压抚下去。 压抚下去的话,我们起来的,能够感应菩萨的啊。 那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自信中啊,固然有鬼啊。 但是有佛啊,有菩萨。 我们自信中就是有那个,有个经验啊。 经验就是跟菩萨能够相应。 这个时候啊,我们成名的时候,烦恼的一切类的那些,都把它相复下去。 起来跟那个菩萨这个能够相应的话,这就是啊,把那个鬼的,那个那个,那些恶鬼的那种烦恼,把它相复下去。 起来的就是那个经验。 这个经验就可以跟观音菩萨相合。 这才能够得到感应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遇到有灾难的时候,这还要讲呢。 在没有遇到灾难之前,你这样念过世音菩萨,已经遇到灾难了。 当然也可以了,但是已经晚了。 注重的就是我们平时,心中就有一尊观音菩萨。 心中有观音菩萨,我们自信中啊,就能够有那种念啊,就跟菩萨能够相应的。 那么这个,自信中的那个烦恼鬼啊,就能相复下去。 这个年纪来,平时有这个相复发恼的这种功夫。 真正说起来,那些灾难可以不来的。 欲信有方法,可以不来了。 就是来,临时已经得到了一个灾难了。 但是在那儿,念菩萨名还是有用的。 不过那是指标,不是指本。 只能把这年纪呢,在那儿稍微压了一下。 学路老人过去说,比如说,那么已经有了火灾了,火已经烧起来了。 烧起来,你在请这个消防队来灭火啊。 就算把火灾了。 就算把火灾了,但是啊,这个,这个受灾难的啊,你的房子已经烧掉了。 或者呢,有一个身体生病了。 病已经生了。 你先医师啊,来给你治疗。 医师治疗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啊,哪里痛,这里痛,哪里痛啊。 不过,止住,把这个痛止住而已,根本没有治疗。 。 所以在这个灾难已经发生了。 念观世音菩萨虽然可以救啊,那就是指标。 过后啊,那个灾难又回起来了。 为什么? 那个种子,那个烦恼种子还在。 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平常念观世音菩萨,也要念阿弥陀佛。 这样的话,我们念佛,懂得这个理啊,那就跟一般人念,念佛就不大相同了。 下面是这个枷锁呢。 这个字呢,我先念一个经文。 師父有人,若有罪,若无罪,仇戒枷锁,见续起身, 称观世音菩萨名字 接戏断坏 记得解脱 说父友人 说是假设的 有一个人 若有罪 若无罪 这个实际上犯了罪 是有罪的 还有没有犯罪 是无罪 无罪是什么情况 他是冤枉的 这鼓手也有 论语里面是 龚也长 孔夫子就叫 龚也长 虽然是受了驾驭之灾了 孔夫子说非其罪 他实际上没有犯罪 这无罪呢 无罪而 受了刑法 他跟他处分了 这是冤枉 孔夫子那时候 他知道 龚也长是冤枉啊 所以孔夫子想非其罪 那么在经济之下 不能说没有啊 也有啊 也有冤枉的 冤枉在孔夫子那个时候 那个龚也长 他受了牢狱之灾 后来能够是出来了 把事实啊 把他辨别清楚了 但那时候人家 你究竟是坐过监狱的 觉得不好 看不起他 孔夫子特别的 是一气自弃之啊 是这个 在经济之下 就很难说了 有的是有很多冤枉的 那么这些呢 无论是有罪 是无罪 在他受这个 这个受这个 牢狱之灾的时候 那些 那些 这个 惩罚罪人的 这些 工具 这些工具 是刑法的刑据啊 执行刑法的这些工具啊 包括 丑邪 丑这个字啊 有两种读音 也是读牛 牛 牛是这个 当普通的 呃 用 用法 在这里读 丑 丑是什么呢 专门 这个指的 这个 给罪人的一种 啊 一种这个 这个 呃 呃 处法的一种工具 叫 丑 丑 丑鞋 所以这个 丑鞋是 那么 靠在手上的 叫做丑 那你现在一般知道 啊 手 手靠的 这叫丑 鞋 删在这个 脚上里面 叫做鞋 这脚鞋啊 这 这一类的 是 夹锁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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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起来 那么 这是实际上 是个像 像 就是这个 做头 或是 或是你这个 中间的 尖 他那种 鞋 叫做 叫做加 锁 锁是 那么俗世主叫做 连圣叫锁 所以这个 连圣叫锁 锁是这一种 那种 这个锁是金字边 是金属的 那种 这个工具 就是现在 有这个铁链子 铁链子 一个环连着一个环 一个环连着一个环 长长一个链子 这个把 把这个罪人 锁起来 减息 减息 其身 减息其身 就是 用这些 刑法用的 这个工具 把 这个犯罪的人 从 这个 井子 到这个脚 全身 把它 吸附起来 不然它 跑掉了 把它吸附起来 叫减息其身 那么这些 受了这些 处分的 这个 刑法用的工具 不论它是有罪 或是无罪的 当它受到这些 这刑法的 这个器具 器具就是工具了 那它 成观世音菩萨名 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名 解析一断坏 这些行具啊 就断了 断坏了 一断坏就得了解脱 这一章 这一段呢 祖师诸杰还是 古报的家属 在狱杰 以恶业家属呢 就专门指的恶业 恶业就像家属那样 害人的 它 它拼三戒都有 还有烦恼家属 烦恼就是家属 它 痛九戒 这就讲 前面讲这个 若有罪 若无罪呀 有罪 当然 是造的 造的恶业的 它有罪应该 受到这个 心法 给它处分的 无罪呢 经文的是讲无罪呀 那么 就是诸杰就诸出来呀 有罪是现实的 这个恶业啊 无罪是过去的恶业了 过去造的恶业 在现在 看起来 他这个人 这一生没有造识恶业了 没有犯的 这个 作奖业的 这个 这个罪也没有啊 那现在就是 那就是 言语了 就这个言语来讲 作识诸杰出来 你这一生 没有造业啊 我们认为一个众生 其实这一生啊 这一生以前还有前生 前生还有一前生啊 讲到这个 找不出个开端子 叫无始啊 无始结义来 就有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众生啊 我们深深实实的 在凡夫众生这个 这个境界上面 都在六道里面 生死轮回 造的生死业 造的这个 多三度的业 这一生没做 前生 那么多的 生死融会 那不都是过去造的啊 所以这样一想啊 你了解这个道理啊 所以人在这个世界呢 随时 都可能呢会 所以虽然无贼 看起来他 哎 这个 这个罪报出现了 这个相信因果啊 因果那是太重要了 相信因果不 不但是严倾的因果啊 一直到 前生 前世 深深实实的 都有这个因果 那这 凡夫众生 不了解 在佛菩萨看起来 这个众生啊 造业 造业是有起活 有活 然后造业 造业受苦报 就是 佛菩萨看起来 很可怜 观世纪菩萨 他就 灵敏众生 他的时间来 救苦救难 所以救苦救难 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要得到 菩萨的感应的话 明白这个 这一生没造业 故去是造业 都是有 都是有造的罪业 才有这个 才有这个罪报 所以我们人 在这世界 一方面 无缘无故的 一个灾难来了 或者是人为的 或者是自然界的 我们要平行进去的 不要怨天尤人 这是一层 再呢 我们时时刻刻 我们要想到 世间哪里都有这些灾难 加到我们身上来的这些灾难 我们预防这个灾难 这个灾难发生它有缘的呀 因缘故啊 过去造的因 现在没有缘的话 它不会结果的 那么我们预防这个 那个过去造的因 对生不要结果的话 我们都念过世间菩萨名号 把过去造的一个月呢 不是断掉 再说呢 我们在世间呢 心里想着 我们要不要有害人之心 时时刻刻的看见一切众生呢 我们要拿这个灾难心来看待它 我们就要修菩萨这个慈悲 所以这样想法 这就是完全在因果方面呢 知道因果啊 那你这样的话 遇到灾难来 平行进去的 不要遇恨任何人 灾难没有来 我们就这个 把过去的造的业啊 把它缘断掉 可以不起现行 可以不会结果的 这样的念过世间菩萨 那真正能够得到解脱 最后是 运贼难 这一段 我们看看这经文 若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运贼 这个一直到后面四二七夜 第四号下面这个两句 称心明固 称心明固 即得解脱 这一大段经文 讲的就是 运贼呢 三千大千国土 这个 满中运贼 这个大千世界 满中啊 充满了 充满了这些运贼 这是 假定的这个名词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全部的 这些运贼啊 满中这个三千大千 这个国土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再看什么叫做运贼呢 这两种 这两种人呢 一个是愿 过去结果愿的 贼呢 看不出来 好像过去没有什么愿 他也来抢 这个时候 有一商主 大商人呢 他这个 江主商人呢 江是率领 他率领了一队的这个 一个团体啊 一个商团 他率领这一个团队啊 这个商业团体的人呢 即使中宝 即使携带了 很贵重的这个宝物 经过险路 经过危险的路 所谓危险的路啊 那路上就 那个运贼 多 那个运贼在故事和讲 在血路上 不是在城市里面 城市里面 那个 这些运贼啊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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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抢人家东西 或者是就是 抽价 也不敢在城市里面呢 找这个抽价算账的 在 业外 但是跟现在不同了 现在城市里面 不单找抽价 还有杀错人 你还有啊 这个是很多啊 那么在古时候讲 经过这个险路 那人家这个罪扣啊 比较多 那么这些商主 带了这些商人 又携带了这些 贵重的宝物 经过险路的时候 那么这些商人呢 很害怕 其中有一个人 做事畅言呢 就是提倡 那个 他畅言什么呢 猪善男子 这些 这是情绪 客气化 猪善男子 就称呼 那些商人的 他所带领的那些商人 你们大家呢 无得恐怖 你们不要恐怖 那就是心里不要害怕 如等应当一心 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你们大家 这个时候啊 第一 心里不要恐怖 再呢 这个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一心呢 一心呢 这一心就是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没有其他的心呢 就没有杂念呢 没有杂念这一心就管用 那么你要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是菩萨能以五位 十余终生 是菩萨就直接观世音菩萨 他能够以五位啊 十余终生 也就是你能够一心 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观世音菩萨 他就能够 能够不实 不是吗 以五位不实 以五位不实 给你们大家 你们大家就不会害怕了 如等若成名者 你们大家 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 于此愿者当得解脱 就在这个危险的路上 愿者就不会来 来抢夺 或者是那个愿家来找你 那个报这个愿的这个 你要称呼菩萨名的时候 那些愿者就会啊 不会来了 你就能够得到解脱 众商人 众商人问 商主所带领的这些诸商人 一听到 这位商主告诉他的时候 叫他们念观世音菩萨名 他们俱发神言 大家都发出神言出来了 这个念呢 南无观世音菩萨 就念观世音菩萨名 称呼呼即得解脱 因为常古菩萨名 大家都得到解脱 这个七难都讲完了 都是因为称观世音菩萨名 都能解脱 这里叫那个其中一人呢 还有这个大清世界这个满重运则呀 这个偶尔祖是讲 无世界以来的烦恼种子 藏在第八诗里面 指的是那些运则呀 我们第八诗里面的那些 那些烦恼种子就是这些运则呀 上主就是第六诗 这个第六诗啊 我们修普文品的人知道有菩萨 那么这是来念 但你还是以这个上主提醒大家来念呢 这一段就把这个七难我已经讲完了 虽然祖是一个诸解 但诸解呀很简单 简单偶要 我们一般人看祖是诸解呀 或者是明了 或者还不能够完全明了 我们老师 他老人家把这个三系六粗 拿这个方法来解释 非常彻底 也非常清楚 这是下一次啊 根据学了老人呢 那个讲法 把这个原理呀 完全把它说明出来 我们这下次就专门讲那个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